好 那现在咱们今天要讲这种讲完了 我们要给大家复制任务了 复制哪个任务呢 你注册做完成了之后 登录能做了吧 登录能做了吧 所以我们说了 那登录怎么去做呢 登录去做的话 跟你的注册有区别吗 有区别 后端来说的套路问题 是不是还是去获取参数吧 对吧 获取参数 然后呢去降一下参数 紧接下来呢 进行一下验证操作吧 对吧 那怎么去验证啊 之前在章路里面是不是还是做过注册呀 所以你就仿着一个套路 我得去根据用户的手机号 查询出来的用户对象 然后呢拿出来一个密码吧 拿出来这个用户数据库里面的密码 再跟谁呢 再跟前段的用户数进行对比呀 但是你对比的时候呢 并不是我们自己直接去操作 而是借助谁呢 借助这个check password pashi的这个方法 你直接去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看一下 他要什么东西呢 要求就是说 你传两个值就可以了 第一个值要传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值是你从数据库当中取出来的 那个最原始的 比如说我们从数据库里面 取出来的password 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传给谁呢 传给刚才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hack 第一个参数来 第二个参数代表是你所接收到的用户这次登录的时候传过来的这个密码 需要去接收它 通过这个函数的进行对比 如果验证成功它会返回处 如果验证失败它会传false 你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判断 这个密码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所以这个登录是不能做的 那关于登录里面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咱们要去验证一下 那个防IP 也就是封它的IP 要去封止它 说常数错误超过线的时候 封那个东西 大家可以去尝试去写一下 我们明天关于登录的话 会带着一行一行去写的 所以关于登录就去写一下 那除了这个接口之外 还有哪个接口呢 还有哪个接口呢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地方呢 主页当中我们说了 主页当中有一个逻辑 什么样的逻辑呢 如果已经登录的情况下 应该是在这里面一进入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去做什么 去把这个用户的名字显示在这吧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在这里是不是才去显示注册 跟登录的按钮啊 对吧 那你说了 这个东西怎么跟后端互通啊 就相当于我在后端当中 还得是去写一个接口啊 你在前端要用吧 意思就相当于 你前端一进入到一个页面当中 页面一加载好 首先就得向我后端发送一个请求 去询问一下 当前的用户有没有登录过吧 那怎么登录过 我们一旦登录过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去设置一下 session数据啊 所以就相当于 你在你的后端接口当中 怎么办呢 一旦登录的情况下 我们给你塞了这么多数据呢 只要用故事登录的情况下 你从session当中尝试获取一个值 只要这个值不视为9 就相当于你直接在试图画上当中 通过session往外去get一下 你尝试过去谁都行 你尝试过去一下 当前这个用户的ID session数据有没有 如果有 是不是就代表登录啊 如果没有 如果这个9 返回的是9 代表没登录啊 所以就把这个结果返回给前端 就可以了 所以前端通过这个gns 调整这个接口 然后呢 如果拿到了用户名 你把它来在这展示 如果没有拿到用户名 在这里直接展示注册 跟登录的这个按钮 就可以了 所以就在这页面了 那这个页面来说的话 前端页面都比较好说 因为前端页面的话 我们都给你去做完了 在这个在登录的login的 在这个login.html当中 你现在看一下 我已经把两个接口 都给你留好了 哪个接口呢 就相当于这里面 代表的是 呃 代表是这个地方 这是 不是在主页 看错页面了 在主页 index 在这个页面当中 你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我给你留出来了 这样的位置 什么样的位置呢 就相当于是说 如果说 用户从来都没有去登录过的话 好了 你把这个地方 DIV的这个register login的注册登录按钮 把这一组给写出来 如果用户已经登录过的话 你再通过GS方式 你把这个user info 把它写出来 然后呢 把用户名直接拼到这个地方来 就可以了 链接都给拼好了 然后呢 这两个DIV默认全部都是隐藏的 所以你就通过这个GS方式 就是如果登录显示它 如果没登录显示上面写 这是关系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也做完成之后 还有哪个接口能做呢 还有的接口就是 看一下在my.html当中 这是我刚才在这个地方 给你写这句话的时候 出现问题 还有在这个 我们看一下 在my.html这里面 是不是还有退出啊 退出是可以操作的吧 那退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 电码怎么做呢 退出当中 这里面是不是给你放了一标签的 还有个logout吧 所以相当于你点击这个logout的时候呢 应该做什么东西 你后端是不是要再写一个退出的案 写出一个接口啊 那你接口的做是怎么去做呀 session清除就可以了吧 session清除呢 session里面点clear方法 session有一个clear 调用这个方法 就把session清除了 所以这个登录的话是什么好写呀 直接掉session clear 然后你可以返回见词语 就可以了 这是三个接口 留给大家去写的 我相信 那不是你终于有一个程度 词词詞词